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题 用过 了 正在 这 或会填空 一天下午 小丸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请我晚上去他家参加他的生日晚会 打电话的时候 小丸担心我会找不到他的家 我说我找得到的 请他不要担心 我到他家的时候 小丸和几个朋友正在坐着聊天 看见我走了进来 他们一起站了起来 小丸给我做了介绍 然后问我他家好不好找 我说不难 因为以前我在他家附近的一家银行工作过 所以 对这一大很熟悉 聊了一会儿天 小丸带着我参观了他的房子 他家一共有三间卧室 一间客厅和一间餐厅 生日晚会在客厅里举行 客厅东边摆着一个长沙发 沙发上坐着三个客人 西边摆着一个电视柜 柜子里放着一台电视机 客人们正在看着电视 南边靠墙的地方放一张桌子 桌子上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中间还有一个蛋糕 蛋糕上面写着生日快乐四个字 周围还插着蜡烛 桌子的一边还有一个漂亮的花瓶 里面插着一束鲜花 花开着 很美丽 晚上十一点 晚会结束了 客人们都陆续回家了 我也向小丸告别 小丸让我以后常常来玩 我说以后如果有机会 我一定会再去看他的 好了 这就是这一篇小短文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最后一个部分 回答问题 这一个题 老师给同学们从课文里面 列举了十个简单的问题 需要同学们根据 所学的课文内容来做出简要的回答 如果同学们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可以在课堂上问老师 以上就是第三十五课的所有内容 今天的课我们就学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课再见 我们下一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